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中市的我叫林玉如 我们家是在北京做台湾茶做15年的 我也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跟你也是头一次见面 我叫刘超 也是来自一个花丝乡县之家 然后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 我是从我姥爷那开始传承到这门记忆的 我姥爷传承到我的妈妈 然后从我的妈妈又传承给我 到我这已经第三代了 就是我们三代人始终坚持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让花丝乡县文化走向世界 让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 我看那个网上说花丝乡县这个东西 以前在古代是只有皇上跟妃子可以使用的 那像在你姥爷那一代 以前就是给皇宫特别做的这种 对 我姥爷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就是我姥爷是在村里头 然后一开始是跟一个做首饰作放的老匠人 这个老匠人是当年从宫廷流落出来的 然后就是在之前呢 我姥爷是非常弱小的 就非常小 现在也就一米六多的一个身高 当时我的老太太呢 就是不知道她去干什么 怕她去干体力的活 因为干体力的活容易把她伤着 因为她太小嘛 所以说就想着把她送一只学一门首艺 然后她就跟着这个老医人去学习这个花丝乡县的这个记忆 然后到现在就一直在传承的 你学从开始学到现在学了多少年了 我大概是从18岁开始去学习的这门记忆 但是从我接触这个记忆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早 就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个 小的时候我还看过我姥爷他是没有 我们那点他们的没有那个汗腔 他们是拿那个嘴吹的那个灯 煤油灯 然后非常的炼气力 然后去吹吹吹的塞帮的都会准掉 它是不是像那个我看有人吹琉璃一样的那个东西 对差不多吧 我记着我姥爷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在他学徒的时候 就是当时那个火呀他是没有吹话 然后那个老师傅上去就给他一个大耳牌了 就是一个大耳光 然后这样他就是有了深刻的记忆 就是在吹这火的时候就是不能断气 要不断的循环 那您可以给我讲一下像这个花丝香茜 它我们中国流传了多少年的历史 花丝香茜呢其实到现在应该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其实它的起源是一个春秋战国的时期 就开始有了这些手势的制作 然后有了这种丝的结合 唐代是非常鼓励匠人去制作的 然后也是用花丝跟这个榨株去结合 然后又镶嵌了更多的这个宝石 有青金啊有珊瑚啊有珍珠啊 做出漂亮的手势 宋代其实就是以全部的是一个宿金为主 宝石香茜的很少了 到明代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富贵的时代 它用了大量的花丝香茜 龙袍啊都一般手势是压不住的 只有花丝香茜那么精美的手势 再配上那个华丽的大宝石 才能够让它这个皇室的贵族能够凸显 清代的时候呢把所有的宝石 基本上明代都已经凸竭了 凸竭了之后从明代演出这样的一个点萃的工艺 然后又剪入一个珍珠 然后又演示了咱们的这个花丝香茜 其实更细更大的一个点